欢迎收看第564期ETV 我是主播吕玉为 位于嘉义县东石乡 废校数年的港前国小周子分校 受到嘉义县乡村永续发展协会关注 教室空间受整顿之后 成立绿生活永续基地 从今年3月2日开始 每周六进行环境教育课程 提供多元课程活动 帮助孩子吸收课外知识 加强在地认同 为了活化肥小空间 推广环境教育 嘉义县乡村永续发展协会 与二福联盟从去年112年期展开合作 将协会任养的港前国小周子分校教室 改造为儿少环境教育的专属空间 五花八门的课程深受小朋友们喜爱 嘉义县乡村永续发展协会 也致力于教导在地相关课程 让环境教育得以向下扎根 有学到就是拔乳村 然后今天还有拔那个番薯 希望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能够让小朋友学习到绿水绿石绿生活 那所谓的绿水呢 就是友善养殖生产出来的一些食材 那绿石呢就是低碳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食材 然后食在地吃当季的一个精神 那绿生活其实就是 所谓的我们的文化 那实在的共融 然后社区的营造 乡村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然后能够包容在一起这样子 然后能够学习到这三样的东西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想要推广给 我们小朋友认知学习到的 更接近乡村 更了解在地 更喜欢自己的家乡 绿生活永续基地的多元课程 包含了社区走读 环境踏差 体验学习等等 让学童们寓教于乐 重做中学 我的东石银汉 像是我们的绿生会永续基地里面 那像我们有在里面展示了 像是科的养殖的方式 余温的养殖方式 那我们展示在我们的教室里面 也是希望小朋友 知道我们家乡有什么 那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像是教室这样子的呈现 或者是我们带去实地的去探访 去探查 像例如说 我们之前有带着小朋友去挖东石的乳笋 白乳笋 那我们去知道说虾长什么样子 虾要怎么剥 怎么样是新鲜 这些往往小朋友一开始小小的年纪 就能够学习到的话 其实对他们未来生活 一些都是很尝试的一个生活技能 能够具备 我觉得就比城市里面 只会读书的小朋友来得很不一样 相邪于儿蒙 期待让永续观念从小扎根 陪伴儿少发展出具有在地连结 独特而完整的自我认同 与地方一同永续共融 中正一报林静宇 魏伟伦 嘉义东石报道 国立中正大学于112学年度第二学期 开始实行16加2 将学习最后两周定为全校统一的坦性学习周 不过学习周数的调整 无论对教学或者学习的安排都会产生影响 校内师生以及校方如何面对这项政策 将是后续检讨其成效时的重要指标 随着2022年国立台湾大学 以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将学期缩短来16周 组陆续由大学跟进推动改制 国立中正大学于112学年度第二学期期 开始实行16加2 将学期的最后两周定为全校统一的坦性教学周 但学期周数的调整 对教学以及学习的安排都会产生影响 我认为16加2这应该是一个趋势 我也觉得这应该是对的 因为毕竟我觉得大学生就是要自主学习 大部分中正的老师 尤其是中正工学院这边的课的分量都很重 所以以前都是排得满满的 18周整个排满 那改成16周对工学院来讲是比较困难 那可是我是非常赞成 我是非常赞成 因为国外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趋势 除了制度的调整对学习与时间安排带来的影响外 整体推动的时程以及是否能有效推广 可以说都和实行的效果息息相关 中正大学本学期实行16加2的规划 在2023年12月底的第145次校务会议中决议通过 除了会议记录 首次对外发布需等到2024年1月中旬 学生会在粉丝专业贴出相关讯息 而校方则是在1月下旬 经由教学平台证实公告 因为这一次是第一次 中正大学是第一次在实施16加2 然后公布的时间比较晚一点 所以对大部分老师来讲 其实调整上是有难度的 我觉得他应该要在学校的粉丝专业 或是在全校版上面再讲得清楚一点 然后比较因为像我也是这礼拜才知道 面对公布到实行的间隔焦短而产生的状况 教务书方面后续将吸取经验持续调整 其实因为配合会议 所以他实行的比较快一点点 可能包括同学跟老师 都还有一些措手不及的地方 那这部分其实我们处里面 会在规划更多的协助的可能性 那尤其是在最后面期末的时候 我们会再重新去盘整 这样子实施一个学期下来 大概有哪些需要再改进的地方 本学期16加2的事情 除了为衔接国际等原因外 保留两周的弹性空间 还有另一项重要考量 学校一开始会推这个16加2的方案 那个加2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它第一个理由是说 我们保持一个弹性 所以有这个16加2的加2 也是让各个属性 知识属性不一样的学院 他们有可以去调整这个课程 或者是重新去设计这个课程的可能性 上课周数的调整影响层面众多 了解16加2制度背后考量的同时 在政策规划与试性层面的沟通和调整 同样需要校内试生 以及各单位间持续对话 中正一报 曾富藤 杨泽恩 中正大学报导 国立中正大学体育中心的新健身房 于今年1月开放使用 不仅增设许多设备 空间也比原本2楼与学士班宿舍区的健身房 来得更加宽敞 健身房的环境与设备的维护 是许多人关注的焦点 校方是否着收相关费用 体育中心也有望于3月底前 推出费用方案 国立中正大学体育中心 在今年1月将体育馆一楼的 闲置保龄球馆改建成新健身房 并开放使用 除了设备太旧换新 运动空间也比原本2楼 与学士班宿舍区的健身房 来得更加宽敞 现在健身房使用率真的很高 现在使用健身房的同学也越来越多 所以希望可以给同学更好的运动环境 我觉得这里相较于2楼那个多了很多新设备 就是学校买了很多可以练到不同地方的设备 目前1楼健身房尚未有人员管制 也没有对外收费 维护的经费从哪里来 我们现在的维护费用 其实都还是从学校拨经费下来 那现在健身房扩大以后 势必维护的费用会增加 那至于收不收费这些问题 可能我们现在也还在收集相关的资讯 其他大专院校的健身房 会着收相关清洁与设施维护的费用 新健身房的收费如否 学生也持不同看法 我觉得我蛮支持的 原因是如果有收费的话 可以更好地提升这里的品质 这里的器材品质 然后还有就是学校也会更加重视这里的维护状况 我觉得如果它可以维持目前的状况就还不错 希望不要太贵这样 我还是比较希望不收费 但是收费它比较可以维持整洁 或者是可以请人来摆杠片 或者是做情节 像厕所我就觉得可以找人来请 体育馆这边后来改革之后 就是有开始有慢慢有类似提倡 小钱的一种收费模式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 因为它有人可以维护 然后器材也可以定期更新 就是使用者的付费我觉得这是正确的 自己在运动的时候的体验感更好 健身房的收费措施 体育中心也有望在三月底前推出相关的方案 这个部分因为就现在就真的都还不确定 会不会收费 然后会收多少 然后方式是以怎么样的收费方式 还在眼里中 在我们目标希望是在三月底之前 可以有一个方案出来 使用健身房器材时 可阅读说明书并量力而为 如果器材需要修缮 也可以到柜台填写表单 共创良好运动空间 以上是本期的新闻内容 我是主播吕日韦 最近天气日夜温差变化大 在保暖的同时也别忘了随时留意新传奖动态 预祝大家都能顺利得奖 ETV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